不要啊 看什么呢 小孩真有意思 小孩长得挺像你 什么呀 来了 干嘛呢你这是 今天大客演技了 是啊 都没见过 挺新鲜的 没带个摄像机什么的呀 你什么意思呀 你得记录下 这历史剩的一刻呀 戴了就在包里 人信 我不喜欢你开这种玩笑 没有 我不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不上心不上心 前面可以点菜了吗 等会吧 服务员 你有没有纸给我几张 再给我一支笔 您看这个行吗 可以 待会点菜的时候我们叫你 好 服务员 没叫你就先不用进来了 知道了 收拾 要邀婷来了 这位美女是谁呀 这位我同事 不是 她是邀婷的女朋友 正好今天呢 跟舅舅舅妈们见见 她也是在电视台工作 是新闻频道的 叫李木子 大家好 女朋友就女朋友 还同事 你不好意思什么呀 我对我介绍一下 我大舅 大家好 我舅妈 二舅 三舅 高兴高欢 高飞 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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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我妈 我妈见过 这是我爸 高飞 拿凳子 谁洗净了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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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来了呀 今天干什么来了呀 今天 不是说抓救吗 对不对 别把这事忘了 再说了 这家里的事 怎么还把外人带来 是这样 那个 我今天带李木子来呢 主要是想做个证人 开始吧 这个纸 笔 刚才大家都看着啊 看见的 跟人家服务员这饭店 新要的 别到时候又有谁说什么 做了手脚啊什么的 别再出幺蛾子了啊 谁写呀 三国写了 他的字好看呗 我爸写了 字好看写没什么呀 又不是写完了表起来 关键是抓那东西 抓他抓呗 那么多话干什么呀 你写 我写就写 别别别 你写我们还不放心呢 我们换换字好看 来换换写 你们家写我就更不放心了 方本都写到你们家去了 摁着也谁也写不了 姐夫 你写 对姐夫写 姐夫写我们都放心 来姐夫 我写啊 行 那我写 行 您可以 我们是你写 有一早 老板 我是你写它 你的那个节目了啊 你大姨说你上镜 特别特别好看 是吗 妈 今天早上还有个机子 给我打电话呢 说看了昨晚的节目 有个角色特适合我 让我去试镜呢 那可太好了 对了 你得好好谢谢你的编导啊 你放心吧妈 我这都会走 我说闺女 你跟那个叫什么飞的怎么样了 那大飞啊 妈 我想跟他分手啊 那感情好 妈就觉得那个高飞配不上你 当时您反正热乎了 妈也不好意思多说 行啊妈 不说他了 跟你说个事啊妈 我喜欢上一个电视台的 制片人 是吗 他多大了 可别比你大得太多啊 人家才不到三十岁 我上那期节目 就是人家帮的忙了 那个 这一宫是四张纸啊 两个是有的 两个是没有的 你看有什么不妥妙 哎 看就看吧 别摸呀 来 拿个空杯子 把它扣住 别吃你的杯子 是姐夫的 行 那就试我吧 那我现在把它托下来啊 好 这不 县城的公正人吗 要听到女朋友 木子是吧 对 木子 你摇 对 我 你行了 你摇吧 别人摇都不放心 等会 不是 东西呢 别舍不得拿出来啊 先让大伙咽咽祸呀 嗯 是是是 爹 没 没别的事了吧 木子 你摇 别人摇 我不放心 好吧 那我就动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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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摇吧 摇吧 看紧的 天使不是都挺能炸乎的 大菲 抓呀 别烂泥 活不上墙啊 你烂泥 去抓 抓 高兴 别怕 黄总 你抓去啊 本来就是你的东西 你客气什么呀 你抓去 抓吧 抓吧 我们现在先抓 最后一个留给我 那我最后抓吧 嗯 那我也最后吧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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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歌你抓去 快抓呀 高兴 来 你抓 不抓太太 没事 不抓太太 发 走 走 爸 爸 爸 你呢 我家终于现灵了 你呢 我没抓到 快打开啊 爸 快打开啊你 黄黄 不是 你快去 不是 你追他干嘛 就咱俩了 开始分 来 你要的随便啊 快 落花了 大哥 大哥我 好 那个 二叔 二婶 再说再说 我拿了啊 哎呀 你客气什么呀 你爷爷这冥冥之冲保佑你的 你拿 我看谁敢不让你拿 我跟他急 我跟他急 那就拿给他 好 那这样 要去那个呢 我先替他收着 走吧 回家 干嘛呀 抽完了吗 我们身边有 还待着干嘛呀 坐下 我还有话说呢 宝贵 别哭了啊 来 起来 不要哭 你早就应该有心理准备的 万一抽不到该怎么办 那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凭什么呀 咱家就这情况 你让我怎么办啊 你一定要跟我叫上风 我说风凉话 我要是想要这东西 我就是孙子 我说风凉话 你把他还满 你觉得我私下 要是给你的话 三就能同意吗 那本来就是爷爷给我的 是爷爷留给我的 有话 我知道是爷爷留给你的 可你在这儿跟我喊有什么用啊 什么心情 什么家庭 就只知道钱 你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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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 暂时不能租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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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继续住在你家吗 暂时不能租房子了 这 完事了 没完呢 啊 且没完呢 今天我算是领教了 我也不知道再说什么 看我妹这样我真的 心里挺难受的 要我做做好了 姐 钱有什么事吗 我就是上中班 二哥还得出车呢 我想跟大家说说 爸爸百日的事 爸爸百日还半个多月呢 干嘛非现在说啊 干嘛呀 你不耐烦呢 没有 今儿这场合 谁有心情听啊 姐 她是有点不耐烦 你想他们家没抓住爸的手势 她连爸的百日她都不想过了 郭大国 少说风凉话啊 姐 三国因为房子的事 有点情绪您别介意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她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古董这事就算过去了 该聊聊你们家的事了是吧 我们家有什么事啊 你们家有什么事 你们家占了我爸的房子 不能就这么白占了我 哥 这高飞已经摸着东西了 还想怎么着啊 这可一码是一码啊 这是我手撞啊 抽不着了 我们家可什么都没抽着呢啊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咱们别跑题好不好 咱先说这房子的事 你们占了我们爸的房子 是不是得拿钱出来了 什么是占的呀 花钱买的 行了吧 就那点钱呢 我给你五十万 你把房子给我行吗 不可能 爸 那谁要卖房子是吧 是家裴子吗 总是哪得你说话的分啊 哎 怎么怎么啦 我觉得大飞该说话了 而且他说的对有道理啊 班长 要钱我们家没有了 爱怎么着怎么着 走啊 哎你 你这这什么什么话 你这什么意思 你这爱怎么着什么着这个 哎哎哎 行了 没看出来啊 耍赖呢 走走走 什么 哎 你们你们怎么也走啊 姐 姐姐你 你看没有 这不愿我啊 他们都走了 这这饭是 啊 没没法吃 姐 你看要不然这样 爸爸这事呢 您说了算 您和姐夫上去 行说过 您就给打电话 一打电话我们就来 走走走 这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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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爸妈怎么生了 这么撒白眼狼啊 请问你们现在可以点菜了吗 这人都早了还点什么菜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这包家有最低消费的 多少钱 五百 七百 行 他们不给办 咱家给办 我张罗就给咱爸办 啊 我 谢谢啊 真的谢谢你 两口 我还以后出会了 反正以后我想好了 我从医院回来 我们家的事 我什么都不管了 本来我就是一个 嫁出去的人了 我管这么多干嘛呀 又不落好 以后清明重阳 我自己去看我爸我妈 有什么不可以的呀 别说虚话 哎哟了 那耳环怎么办啊 留着呗 是 总是个面相吧 笨 笨 看你笨的 行了 别说孩子了 这抓交的事 谁说的清楚啊 房子房子没着落 东西东西没落着 什么事啊 那两玩意儿值不了几个钱 这儿国家不是也没落着吗 气死那王红 不过接下来 那个王红啊 就该把话题扯到存款上 得想好对策 存款 想得到没 房子事还没说清什么 你说大姐也是啊 告不告你倒表个态啊 她不知事啊 实在不行 咱们两家告 还是回头跟大姐 商量商量再说吧 高三国 今儿不是我说你 你看看你 东西没落着 脸色白的 最后要不是我替你兜着 你说这大姐怎样看你 你还说什么我呢 你 好好说说你这宝贝姑娘的意思 你笨 看眼睛别再说我了 我还郁闷呢 倒就得鸭子飞了 你说什么 妈 我那十万的存折 高兴 再警告你一次啊 以后不许替存折这事儿 行了行了 好好开车 听到没有 听见了 咱们的老百姓 今儿是真高兴 咱们的老百姓 咱们是今天太高兴 太张兰 你看啊 老二老三那两张脸拉 跟驴似的 大妹今儿你算给你儿子 不是 给你爸我长脸了 不是 行吧 懒大 中午啊 给我炒俩菜 我喝点德胜景 我高兴 你干嘛这舌头都驴不支了 帮我 我陪你喝 行行行 洗几个喝两粥 你高兴也喝 不高兴也喝 我看你啊 跟谁的五亲就跟那九亲 行行行 来来来来 哪儿呢 哪儿呢 我搂搂搂搂搂 哥那儿的 人坏了 来来来 我看 慢 慢 哎呀 哎呀 一样圆啊 哎呀 哎呀 你爷爷在天有灵啊 哎 不过话我说回来了 你咱们老高就唯一的孙子 你说你爷爷在天上 他不保佑你保佑谁呀 那慧小婷被抽了一个吗 提起这事 我就更解气了 嗯 你看啊 你二叔三叔 那俩人哪说话啊 这是留给高兴高欢的嫁妆 啊呸 哎 哎 这俩东西 哎 都让俩拿了玩儿得气了 你说解气不解气 太解气了 哎呀 我想你 这也叫一个当大呆说的话 哎这不家里头吗 还不许乐好乐呢 谁过年不吃饺子呀 你别碰他 怎么着 我爸他这可说了 说这东西啊 要是抽手就由我支配 对不对 这不是你要他干什么用啊 哎呦 我支配 那你就别问干什么用了 啊 哎哎哎 你不会把他给卖了吧 我 我当然要把他给卖了 我留着干什么呀 哎哎 妈 你说我把这两碗人 拿你的卖了行不行 行行行 别拿我那儿去卖的 嗯 不是 要不然这样 我当时给你一电话 嗯 你自己盼着办 别到时候就现在呀 大飞 你别打电话啊 你不至于这么着急吗 爸 我太着急了 我现在就指着他来娶媳妇呢 哈哈 嘿嘿 这高官就没那命了 明明是他爷爷留给他的东西 到突然他才被抓到的 把卖换了 哎呦 我走 倒让这高飞跟霍耀廷 捡的个大便宜 哎 亏得老三家也没弄着 你看出来没 这回你大哥高兴了 老三可是红了眼了 我跟你说啊 回头他们要较真几只房子 咱呢 咱就把话题存款上引 自拖的房本下来 板上钉钉 咱就谁也不怕 你说你刀了一路了吗 又完没完 怎么了你这是 什么叫怎么了 闺女都不在家住了 见了面像见了生人似的 你心里什么滋味 他指定是住霍耀廷家了吗 有家不住干嘛住外边 他不愿意回来 我八台大叫请他呀 谁是妈呀 再说他住霍耀廷那儿挺好的 没准霍耀廷心一软 就把耳环还给他了 咱不又转了吗 关怀说你说的没错 王红 是不哪天我死了 只要这个房子在 你对我也不在乎 咱们去医院 到药廷那儿去吧 我想去看看欢欢 这孩子什么都没抓着 我怕他觉得心里边憋气 出事怎么办 是啊 你说抓丢这事啊 还就是欢欢委屈 本来这东西就是他的 我想着他怎么也能抓着一件 结果你看 要不然这么着 把咱家顶给他 等他结婚的时候 算是给他的陪价 欢欢 欢欢 欢欢没事吧 我没事 我和姑父来看看你 要不让我们进去 欢欢 谁呀 这是我的 男朋友是吧 是 我和姑父 你和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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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姑姑父 你和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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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进去了 我们刚才就是不放心你 所以来看看你 你和姑父 既然你没事 那我们就走了 走吧 那那你们慢走 不是 那我们先忙做饭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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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高兴呢 你说 这要是我们自己的家就好 就不会遇到家的事了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家就好 就不会遇到家的事了 一会儿就好 就好 不遇到家就好 不要 把孩子脸色看看 他就好 我就是不高兴啊 这是耀廷的家 他怎么能把男同学给带了 他怎么能把男同学给带了 小子 这孩子多多呢 走吧 走 走 小子 我和你爸 我们对欢欢 我们俩不放心 说来看看他 结果上级一看 他和一个韩国人在上面呢 我告诉你 奥婷 你收留欢欢在这住没关系 别让他往这招人 知道吗 我不知道这事 怎么着 带一韩国男朋友回家了 不怕的 瞧这意思 小人都坐上了 爸都不高兴 爸 爸 别不高兴 欢欢也挺委屈的 叫男朋友回家安安的 也很正常 再说 他不也没带你男朋友 回家过夜吗 他过夜呢 他要带人到这过夜 你就不能让他在这住 我知道了 怎么着你们这回医院啊 我想出院了 你不怕我那仨就过来找你啊 他们仨还敢来找我吗 行 回头让我爸给您办住院手续 还是回家舒服 是吧 你上看看 放心吧 有我在 我们走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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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哎 行了 慢点儿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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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怎么要走啊 坐会儿吧 不坐了 那行那行那你送送吧 谢谢 操作自优 这么丰盛啊 还水果沙拉呢 怎么不给我坐一盆啊 大姑 是不是生气了 没事 我跟我妈说了 放心吧 我会尽快找地方搬的 坐吧 我又没怪你 看看 给你说两句话 我觉得啊 你还是应该回家住 别管我了 你现在觉得没人管好 可真当没人管你的时候 你才觉得被管是一种多么幸福的事 你回头想想 你看看我爸我妈你爸你妈 大舅三舅 这上面不都没人管了吗 老爷在的时候 家里一片香狠 其乐融入了 可老爷一走 你再看看 你家团聚多重要 你想想吧 你家团聚多重要 这怎么当然也看得出来了 你家团聚多重要 混舞 你怎么在呢 好 那 生日快乐 那为什么你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 我 你能看不见简历 我就记下来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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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今天 我是第一个给你唱唱的歌 你这样像尿鱼人 我还有点不太适应了 别哭了 好了好了别哭了 我说唱得特别单情 真的 先生你来转转 是我是大飞 我是大飞啊 我妈给你打电话了 打了打了来来 坐了坐了 那个 这样 你看 给看看这个东西 这是我奶奶的爷爷 留给我奶奶的嫁妆 老物家 您看看 值多少钱 那个您能给多少 你想想多少钱 这 十万吧 十万它就是您的 我说大飞嘴 你呀 还是到别的家去赚着吧 别 别别别 那个 他值多少钱呢 这个呀 是块老玉 这没错 但是它是玉皮子 不值什么钱 不值什么钱 你呀 把它拿回去 留个念想 留念想 来 有事啊 您家那古董首饰 还卖了 您惦记着呢 不要那啄巴了 我要那耳环 怎么呢 那耳环挺值钱的 橙色登顿了 两个上等翡翠 照片我们老板也看过了 说是左膿 右放 宫里出来了 最怂了 也得是王爷府 贝勒爷府出来 我找谁呢 那 您打算出多少钱 三万 五万 五万 等我 有电话了 我 我 我 你 有电话了 要 您 有电话了 我 有电话了 有电话了 我 有电话了 我 帮您嫁了 帮您嫁了 文姐 文姐 我一会儿就回来 老游 谢谢您了 您那耳环还是卖不卖呀 您说带我去买车吗 我觉得这会儿 你还说什么风电话啊 你说你啊 连车回车你都抽一个山寨货 你还能干吗 我呢 我还能把它砸呢 你信不信 你 你不拦着我 你砸你自己家东西 我有什么关系 要不这样 我拿着它 我去找票庭 我把那针子换回来给你 玩吧 自己慢慢玩啊 不是 小年 你这怎么了 高飞 你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没谱的事说的没真事似的 一天到晚让我陪着你失望 这次好在我没信你 要不然就死了 可飞 咱俩冷静冷静 好好想想 真的不适合在一起 小年 你听我说好不好 小年 不可能啊 怎么会是假的呢 可不是啊 我料一大费电话 就给老刘打了个电话 老刘说了确实是假的 两件都是假的 不是 霍小天天是真的 你 你说这老霍家 为什么永远是春风得意呢 为什么好事全是他们家得去了呢 你说 这霍建东和霍耀廷 他们不会合伙弄什么猫腻吗 行行行行行 你说话走点脑子行不行啊 那天抓完就是以后 大飞抓着了 霍耀廷还说 大飞你先抓 抓剩下是我的 你们家大飞是亲自 叫那俩大的 说那值钱 然后霍耀廷走了之后 那大姐夫才给收起来的 你这是下说什么呀 你说你也是 你还好成一卖古玩的 摆了这么多年地摊 你怎么练的呀你这是 那东西就放在桌子上 你旁观一看就是真的假的 你怎么会看导演了呢 那是余光 行行行 叫我那意思吧 我 我不是就是一个 帮人看他那二二把刀吗 你怎么烂上我了 我哪懂啊 你不懂啊 你知道你是二把刀啊 你承认你是二把刀啊 那那天过节的时候 你拿着 大姐胸前那个 那招 你那看看看 你看什么呢 绷什么呀你 那大姐那是何田玉 那是这个之前的 大家都知道 我懂什么呀 你不懂啊 甭说了 那我干嘛你 那是太笨了 这花狼专咬病鸭子 小娘 小娘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啊 我跟你说过咱俩不合适 你再纏着我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啊 啊 不就是因为我没抓到个真手势吗 那这你也太现实了吧 我现实我怎么现实啊 我跟你说不是因为手势 那是因为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你就当我现实吧行吗 你别再缠着我就行了 好吗 小娘 你要是敢走啊 我就敢从这儿跳下去 你爱跳舞 跳 小娘 高飞 给我下来 我疯了你 你要敢跟我回首 我就敢从这儿跳下去 高飞 快下来 快下来 你是不是有病啊 快下来 快下来呀 你说你跟不跟我回首 你别摔着 你快一点 你说你跟不跟我回首 行行行 我答应你 快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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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小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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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飞 我跟你说 你就是个混蛋 我真不知道当初怎么认识你的啊 真瞎了眼了我呀 什么呀我真不得了没有啊 真够烦人 你说啊 抓了把年金废费了半年金 弄个假的回来 哎 你说你怎么不拿这小块儿呢 都我以为大个值钱呢 贪心不足是个通宿 你别再说风凉话 儿子思维是没错的 要我拿我也拿这大个儿的 所以你笨 妈 那你能确定 胡小婷那个是真的吗 你说 人老游 出手就给五万 那转手还不得翻倍啊 再说了 你老游多精啊 那赔本的买卖人能做吗 这 爸 纯紧是吧 哎呀呀 说啊说 别黏我 你拿去我大顾家换回来吧 嘿 你也真好意思 啊 这当时挑的时候 是人货耀廷让你先挑的 你自己拿的就假的 你现在拿假的跟人换针子 你有脸啊 妈你要脸有什么用啊 啊 他们家那么有钱 也不差这点吧 他们不就是想留个念想吗 那留假的也行啊 爸真的 给真正需要的人 你们谁都跟你一想会儿啊 爸 爸我求你了 你说那房子的事弄砸了 你说再弄个首饰夹子 我都有点活不下去了 你看我咋一辈子光棍啊 你别敲了 磕什么的磕 你磕 干嘛去啊 你看你这孩子 你看你把你帮给折腾的 你就坐吧你 哎呀